在黨部主任邱維靖的主持之下 開始了今天的會議 日前國民黨草屯黨部 召開第二十屆第八次的 里建市聯席會議 除了在會中 報告近期社會服務工作以外 也為民眾服務社 理事長職位進行改選 草屯正民眾服務社 今天來召開第二十屆 第八次的里建市聯席會議 當然今天在會議當中 除了報告在服務社 在最近這個會期 為地方來做社會服務案件的工作 的整個內容 民眾服務社前任理事長 同時也是頓和工前任主委的李應清 日前因身體不適合病逝 因此在這次的會議當中 進行改選 由議員監禁賢來接下大理職位 議員監禁賢來接下大理職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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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服務我們更多 這個民眾 黨部也表示 雖然經費短缺 但並不會因此而終止服務 議員也呼籲社會善心人士 投入社會服務工作 來關懷地方弱勢團體 議員也表示 將會延續李應清前理事長 對社會服務的熱忱 並加強關懷工作 讓地方更加和諧 更加溫暖 明天新聞這麼想 草屯採訪報導